我的天哪 竟然有这种吐血口香糖 原来我们的爱豆 在拍电影的时候 吃的都是这种吐血口香糖 吃了就会假吐血 这也太神奇了 虽然知道我的爱豆 拍视频的时候吐血是假的 但是没想到 就吃了这种口香糖啊 这也太神奇了吧 不行 我得买回来尝尝看 贝血口香糖 哦真的 贝血口香糖给你们买来了 看我超大方 一共买了三代 因为这个还挺贵的呢 一代今晚的29块钱 这三代买了5块60块钱 长得也是平平无奇的样子啊 吃了它 真的能吐血吗 这可该不是有毒吧 赶紧打开来看看 哎你别说 那包装还挺吓人的呢 这话的表情就是在吐血吧 要有搞笑恶作剧 节日表演演戏的 口香糖配料 焦肌 甜味剂 乳化剂 香料 烫氧化剂 食用作作 嗯 这配方都还挺安全的嘛 这我就放心了 这29块钱 吐三个口香糖 果然现在的爱豆 拍戏都贵啊 终于把这三个都给掏出来了 这包装也太难讲了 咱们来看看 它里面是什么样的 抛出来 哇 哎 这怎么 啊 这是血吗 要伸出来了 有点吓人呀 嗯 这个口香糖上 怎么沾的都是红色的东西啊 掰一点点下来 嗯 里面是白色的 这里不吃了 真的会偷血吗 今天下来 就让顾一顾 我来帮大家大胆的试验一下 我要吃了 哎 等一下 你们现在给我点个赞了 小心啊 点赞了小凯 给我给你们比心哦 好了 别怕不多说 这次我真的要来吃了 啊 啊 嗯 嗯 哇 它是习惯口味的呢 嗯 好好吃啊 特别甜 味道真不错 哦 我怎么没有吐血啊 大家进去 大家看一下我的嘴 啊 嗯 你这没有有感应啊 不好 我中毒了 哈哈 刚才是骗大家的 怎么样 总的我的眼睛好了 其实啊 这个口套场里 只是有黄色的色素而已 根本就不是什么血 而且真的味道很好吃哦 小碗以后 全都变成红色的了 哎 我突然有了一个好的想法 不然 拿它去整个我爹 吃个走 大家就走 嘿嘿 他在那边刷手机呢 走走 找他去 小悦小悦 小悦 请你吃口香糖 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哎呀 你是我弟嘛 好东西不给你吃 给谁吃啊 这糖该不会有问题吧 怎么可能啊 你看 这包装跟我们小时候吃的 一模一样 没有啥问题啊 我不相信 你吃一个给我看看 吃就吃 太好了啊 你看 这口香糖很正常嘛 你看你看 我不吃了吗 这根口香糖 上面怎么红红的呀 那是因为它是西瓜口味的 上面撒了一层西瓜粉 哦 那我上去看看 真的是西瓜粉吗 不行你闻闻看哦 这真是西瓜味哈 你吃吧 我怎么会整理呢 这真没得到问题哈 这就是普通的口香糖 好吃吧 嗯 比普通的口香糖 口味还好一点呢 嗯 那你先吃 我先走了哈 我姐今天怪怪的 怎么突然想起来 跟我说好吃的呀 咱们吃口香糖 你不可以吃口香糖 有什么问题吧 咦 我怎么满嘴都是血啊 我不认识牙医出血了吧 这脸猪的也太离谱了吧 那满嘴都是呀 咦 口香糖就染红了 姐 我干嘛呀 赶紧把我打药力 我快不行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满嘴都是血 诶 是的 为什么你满嘴都是血啊 我觉得你那口香糖 好像有毒啊 不是吧 我吃了都没事啊 你呀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诶 这是什么 诶 人家就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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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吃了一颗糖果 眼睛就怎么变成红色 怎么想我都觉得不可能啊 这个也太选果了 但是 万一是真的呢 咱们还是把糖买回来 试一试 下单下单 咱们 眼珠糖给你们买回来了 嘿 一打开就有一股好香的糖果味啊 我已经买了40颗 里面的每一颗都是眼珠色的形状哦 除了从眼珠软糖小看 再听不上科技一 如果吃了眼睛真的会变颜色的话 那我要一颗红色 一颗绿色的 嘿 先来吃半个绿色的 哦 很有顺劲哦 大家仔细看我的眼睛 有没有变颜色 这怎么还是黑色的 难道那个视频是假的吗 那再来个红色的试试 没了 羊子 不过也是 小姐头想一想都知道 这个视频肯定是骗人的 是不是我这么傻子才会上当 我突然想到 有另一个人 可能也会上当呢 我居然有了一个 好想法 正好上次万圣节 我们买了一些 透色专用的美童 有这种红色的 还有蓝色的 白色咯 咱们去找小语 还有小伙伴 记得给 咯咯我点点赞哦 小语在那边打游戏呢 走 咱们找她去 小语 你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的天哪 只要吃一颗糖果 眼珠子就会变成红色 怎么样呢 这视频也太扯了吧 我根本就不相信 昨天我吃完那个糖 眼睛真的变颜色了 你如果眼睛慌了呀 哪有变颜色呀 它只变色了一小会儿 我试给你看啊 来吧 不过咱们等一下打个赌 要是我的眼睛真的能变颜色 你就得把你下个月的零花钱 全部给我了 没问题 反正我下个月零花钱 有十块钱 那我先吃个绿色的啊 你这也没变色呀 等她起效果还要留一会儿呢 哪有这么快的 诶 能够好像有人在喊你呀 不许看看 来了来了 趁我弟走了 咱们赶紧的美童给戴上 取出来啦 戴上去 老子们 我已经戴好一个眼睛了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哦 现在我眼睛眼睛都戴上咯 感觉自己瞬间变成了 后面小公主了 诶 小语回来了 咱们等一等 哪有人骄傲吗 这么就没人吗 诶 你干嘛捂着眼睛啊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变色了 真的呀 我看看 那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我准备好了 3 2 1 我去 真的变色啊 诶 不对啊 你明明吃的是绿色的 怎么变成蓝色了呀 诶诶 这这这这这 那是因为 你看它是绿色的 然后到肚子里 就变成蓝色的了 我不行 你再吃个红色的我看看 吃就吃了 看了好了 等一下 我的眼睛就会变颜色了 诶 门口好像有人喊你 诶 我又是谁啊 我去看看 我弟这个傻子又上当了 赶紧把美瞳换成这种红颜色的 对不对 我已经戴好一只眼睛了 看着我千万不要害怕哦 3 2 1 诶 真的我点像星辈鬼的了 赶紧要把另外一只眼给戴上 那双眼睛都已经戴上了 我就是残匿于人间的 得股啦 嘿嘿嘿 然后我弟回来 吓得他一大笑 姐 你又骗人 那么根本没人嘛 那不不 你又变颜色了吧 准备好了吗 不 我去啊 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嘿嘿嘿嘿 那是因为我吃了软糖片 现在让我来把它变回去 好了 我又变回来了 这一趟还真神奇呢 如果你只是变上了白色软糖部分 你的眼睛还会变成白色的哟 那你吃一口看 你自己怎么不吃啊 我不敢吃 我想先看你吃 那我又吃一看 吃的时候 可千万要注意 比较吃到绿色的部分啊 嗯 哎 怎么爸爸又有人找你啊 啊 我知道了 现在就去 我真的是发现 我弟这个傻子 真是越来越好骗 是我他三次 三次都上当了 赶紧赶紧来把白色美瞳给戴上 白色的美瞳看起来真的很诡异 不知道戴上眼睛会是什么效果啊 小卡呢 你们给哥哥点点赞赞 咱咱咱咱呀 哎喽 我已经戴好一只眼睛了 你们可千万别害怕哦 嗯 妈呀 我可自己像了一头 现在来把另外一只给戴上 心情的眼睛我都戴上了 真是我明感觉自己有点像个丧尸啊 我们就回来了 赶紧做好准备 好了 就让我看看 你的眼睛变成什么颜色了 你可千万不要被吓到 哇 就有点可怖啊 这个就是这桶糖的威力 下个零花钱 记得交给我哦 谢谢 我去小麦布了 哎 你就这样去啊 我姐就不让下次小麦布老板了 超爽的切胶带球大合集 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 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把你假装听不清 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很安静 这么大的胶带球 吸起来也太爽了啦 我也想用这种超大鲜的胶带球 这个选随 也有很多种胶带吧 不行 我先来卷一个试一试 马上下单 老子们 胶带给你们买回来了 你以为就这么点吗 其实我买了这么多哟 我想卷20厘米以上的大球 至少给35胶带打底吧 好了 咱们分发不透说 直接开始卷 小伙伴们期待一下我们的超大胶带球吧 咱先来卷一颗漂亮的小猪子打底 这颗水晶猪子就对不错了 再来一小节双面胶 把双面胶贴在小球上 然后就可以开始粘哦 哇塞 这胶带粘起来被吞死爬了吧 我的胶带球已经变大一点了 我们继续加油 现在我的小球 目次应该有六七个年龄大了 这部巨型球球 其实也差不多都是好了 不过就这么一点 胶带七个小身啊 咱们还是先休息休息 明天再继续来讲 小球球 你在这里 咱们再继续来讲 这里怎么这么多胶带啊 胶带球 怎么就这么一点大啊 这应该是我解卷的吧 那要不把它剪开 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来轻轻划一刀 再继续划 哇塞 里面是蓝色的 咱们再来看看 里面还有什么颜色 看起来颜色好像很多的样子 这个小球的横截面 也太美了吧 就像一颗眼睛 这个胶带球也太解压了吧 千万整个人都身体气爽了 现在我要去过小卖部了 老哥 我回来了 咱们今天继续来讲胶带球 之前我一定要给它 卷到15厘米以上 让我来吃 哇 咱们胶带球 怎么可以这么样子啊 它怎么破开了呀 而且还泡得这么整齐 这个边缘 第一看就被边缘滑开的 这到底是谁干的 除了小语 那边缘了 肯定就是他干的 竟然敢把我心心咕咕 点的交代就给滑了 今天 我必须好好征服一下它 你有什么办法来征服它呢 诶 有了 先准备铁球 然后把它们泡在一起 泡好了 咱们现在去给它接上水 开水 最后都差不多了 把它给细紧 铁球就做好咯 接下来 我要用这颗水球 肚子来捡胶带球 对 然后把它送给我地 慢慢拿刀滑到水旁的时候 会碰到一张豆干了 哼哼 让你偷偷完后的胶带球 等着接受惩罚吧 咱们先来把这个气球 小鬼巴给强掉 咱们将全部把小肚脐给贴进去 在它的表面 贴上双片胶 要小心一点哦 气球可是非常脆弱的呢 现在就可以开始卷球球咯 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 不然气球可能就会爆开哦 哇 这个也太难去了吧 咱们慢慢来 卷起来了 卷起来了 在气球上卷胶带 又我想象的要难多了呀 而且感觉它随时有可能会爆开呢 小伙伴们可不要轻易去尝试哦 我的天哪 终于把这个球给卷满了 水气球也太难卷了吧 咱们再来用这个橙色 捡它的第二层 楼上面全卷满胶以后 就比之前好好卷一下啦 我的天哪 终于卷好了 你们肯定想不到 我竟然连续卷了八个小时 不然出了这颗球 另外我还私藏了一颗 捡线十个英语的球 天才还纯淀淀淀的 这颗球可是卷了我三个星星的 现在要让他们去找我弟 所有伙伴们 就能给哥哥点点赞的 咱们 我弟在那里 走走走 找他去 小伙伴 小伴 快看 这是我卷的焦点球 卧槽 就这么的 这可是卷了我三个星星的 我一个人玩太无聊了 我就送你一个玩吧 你怎么这么好心啊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怎么可能啊 这两个胶带球 可是我亲手卷出来的呢 你要哪个呀 那我肯定选一个大的呀 这个胶带球这么大 你应该卷了很久吧 那当然 想到我手就快断掉了 那你为啥送给我呀 你自己不玩呢 好东西 我还要分享才有意思呀 那为啥这个胶带球是弹性的呀 为什么我卷着卷着卷着 一不小心就卷成了弹性呢 既然你觉得我这个胶带球有问题 那我就先把我这个切给你看 那你先切 我要看你这个切的效果 没问题 这个小球放的时间有点久了 上面都起泡了 先把这些气集中在一个泡里 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 这里还有一个泡 滑一下 它就没了 小伙伴们在卷胶带球的时候 遇到小气泡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哦 只要轻轻滑一下 小气泡立刻就消失了 让玩儿感觉也超解压哦 现在这个球的表面已经非常的光滑了 没有小气泡了 接下来就是签球的时刻了 请大家渐进的心肠哦 我要开始切哦 切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啦 怎么样是不是没有问题呀 而且还非常非常紧张呢 嗯 果然很好玩 我要切开试试看 这个胶带球的形状也太特别了吧 不知道切开之后会不会爆出彩虹呢 咱赶紧来试一试吧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切咯 哎呦 这里面还有一层啊 咱们接着切 怎么切不动呀 啊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还在滋水呢 呃 我以为这胶带球是不是坏了呀 怎么还在滋水啊 小伙伴们 为啥这个胶带球会滋水啊 你们知道吗